这就证明 足球的博彩 它本身不是黑色和灰色 它本身是防止 有人用非法不正当手段 在博彩当中牟利 说白了就是出签 就跟赌桌上出老签一样 我们看赌博片里的出签是一样的 是吧 对 那么 为什么这个假球操纵论 仍然那么盛行 很多人信这个 我曾经提出一个反问 我就问反问高晓松 我说你老说庄稼 这全世界那么多博彩公司 老白全世界现在有多少合法的博彩公司 这个就多了 我们就平时看赔利统计的话 就几百家事实不成 几百家 而且遍布几大洲 没错 是吧 而且玩法也是既有压盘也有欧赔 基本都有 是吧 这些公司都什么性质 都是合理合法注册的 公商户 其中有上市公司吗 有的 很多 对 还有上市公司 非常多 像香港马会 澳门 李博 这些都是上市公司 对了 上市公司如果要买通一场比赛 比如说巴西提中国 全世界都买巴西赢了 不行 这咱们等于给大家伙派彩洪包了 不能让巴西赢 我要让巴西输 他怎么操纵 他怎么拿钱出来操纵 他的财报都是透明的 更何况我就反问高晓松 我说全世界那么多博彩公司 只操纵这一场比赛 谁去代表全世界所有的博彩业 去跟球队谈 去沟通 难道有一个总司令 总指挥 总代表 比如说咱们四个都是博彩公司 凭什么我去操纵买通 让你们跟着沾光占便宜 而且各个博彩公司的受注情况 可能还不一样 可能在你那儿 你承受的是这个结果的比较多 在我这儿可能是对面结果比较多 那咱俩怎么操纵 因为咱俩的利益可能还略有不同 对 这本身相互之间就是一竞争的关系 是吧 所以贾球这个书 一定要从根本上给大家说清楚 其实阴谋论者实际上是把一些个案 甚至是把一些非博彩公司这种外力介入 都归结成博彩公司在操纵 这个是悖论 其实咱们上期节目也讲过 一些外力可能是商业机构 或者是一些地下的庄家 他们去想这个办法 而正规的博彩公司不是这样的 所以不应该把国外这些正常的博彩公司 去妖魔化 其实他们是正规的企业 在当地的当地来说 只不过他的投注在中国大陆 现在是违法的 是这样子 其实并没有说 你说我犯什么法了 我正常的一企业 对不对 那比如说你穿一个耐克服装 那怎么不违法 不同样吗 我这也是商品 对不对 只不过我也是国外的 对不对 为什么 只不过中国是想用这种方式 限制一下 就是别产生太多的社会问题 同时我们中国也会发展相应的材种 逐步的走向国际化 是 其实 队众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